- 阿哲 - 阿哲 - 嗯 來開始這個企劃吧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哲 你目前的老观众们应该都曾经看过这只手机的身影吧 嗯,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 它就是一只你们家里可能也有的手机iPhone 5 而这只手机呢,事实上本来也不是我的 是我爸换下来的旧手机 那么在当时,我的手机也就这么一只 更不用说拥有自己的iPhone了 而对我这种以搞机为兴趣的人来说 不拿它来好好利用,就太可惜了嘛 与其就这样,这只iPhone 5成了我的备用手机 刚做这个频道没多久,还是个没设备的穷人时 也都会拿这只手机物尽其用一番 那么当然也会好好玩玩这里面的iOS啦 也因为这只手机多少在某些影片内出现过几次 所以也有不少观众留言想让我说说这只iPhone 5的故事 就像先年介绍我的三星S2、iPad这样 但这一开始终究是我爸的手机 它专手到我这里后也只是个备用机的存在而已 老实讲,真的没什么故事好说的 而且到后来随着频道的发展 身边的手机逐渐升级变多 这只iPhone 5早就连备用机都不够格当上 被我放在抽屉里闭关好几年直到现在了 不过近期呢 我在某部影片内将要拿出来重建天日一次 各位想起来的吧 就是我在开箱iPhone 12 mini 想要拿它来比较外形的时候 但你们不知道的是 今天这个计划的想法 就是在比较的时候一玩而生的哦 嗯,就有标题所事 这个计划就是在2021年使用iOS 6这个版本 现在就让我来解释一下 iOS 6,这个在2021年已经算89年前的系统 在iOS的发展中 我认为是个普及代表性的版本 而最大的原因就在于它的界面 这个就是iOS 6的模样 是不是有种曾经熟悉的怀旧感呢 毕竟早期的iOS就是这样的设计语言 每个图标每颗按钮最好都要记立题且写实 这种设计语言其实有个代表名词 那就是Skewomorphism 翻成中文就是拟真化设计 其实不只当时的iOS 那个年代几乎所有互动式界面的设计美学 都是以这个拟真化设计为大宗的 最好的例子就是大家都知道的Windows 7 是不是整个图标与界面都很立体写实呢 不过在iOS 6的后一版iOS 7 苹果在界面上做了一个大翻新 心致多年的拟真化设计被舍弃掉了 取而代之的是新的设计语言 Flat Design 嗯,就是平面化设计 这个界面是不是就跟你们现在手上的iPhone差不多了呢 因为从iOS 7一直到现在的iOS 14 苹果都是采用这样的设计语言 与拟真化设计方向几乎相反 你再也看不到立体的光线反射与花俏的图样 一切就是平坦重剪 在这之后随着版本更新 视觉上可能有所微调 但主轴都是没变的 那也没错 现在到部分手机与电脑的界面 都是这样的平面化设计了 以Windows为例就是Win 8与Win 10 跟Win 7比起来就是天与地的差别 对吧 那当然两者的设计都有他们的特色 尤其是好的拟真化设计 对于我这个质感控而言 真的会完全抽到我的点 所以其实当今这种设计不复件 但它在我心中 始终是一个怀念且经典的存在 这就是我想要在今天 回来使用它的原因 除了回到那个怀念的界面 也实在很好奇iOS 6 以当今的相容性而言 拿来当日常使用的话 究竟还可以做哪些事情 嗯 有没有先前那部 在2018年使用iPhone 3G的感觉的呢 那个时候我用着更早期的iOS 4 即使拼尽全力 还是没办法好好使用 大部分的现代软体 如今过了三年 我要使用相对新两年的iOS 6 虽然还没正式体会 不过 我猜情况会好一些啦 相容性我相信还是一样惨烈 不过至少那个顺畅度 绝对会比iPhone 3G好上几百倍 过来呢 你应该也知道 iPhone 3G运行iOS 4 它的速度有多么惨烈了 而iOS 6 是iPhone 5运行的第一个系统版本 我只能说 真的很顺 总之如果你想体验经典的 女巫化iOS 最适合的设备 就是iPhone 5与iPad 4了 因为它们是支援iOS 6的设备里面 最新的效能最好的 虽然说是最新啦 但其实也已经是八年前的了 那么你们可能也会好奇 难道我这支iPhone 5 就是真的完全没升级过 停在iOS 6吗 这个嘛 我先开机一下吧 嗯 各位看到这个平面化的苹果 应该就知道事情不简单了吧 其实啊 我这支已经是iOS 8了 也不是读碗的版本 但整个界面当然已经平面化了 不过 我有一个酷东西 可以让它装上iOS 6 达到双系统的功用 真的是酷东西 这个软体叫做Corebooter 我们可以透过它 装上各种不同版本的iOS 6 其实这种iOS双系统工具 也不止它一个了啦 网路上也有人做出 选择更丰富的软体了 不过这部分不是影片重点 我就不多提了 总之就跟电脑双系统很像 你要先建立词叠分区 再选择你要的系统版本 然后它就会下载 安装进去 这个我在好几年前 翻译频道直播里面有试作过了 有兴趣的可以点这里来看看 哦 然后这些双系统工具 当然是要先越狱之后 才能装上去的哦 不是随时便便就能这样搞的 总之我们现在只要按下这个Boot 我现在装的是iOS 6.1.2 它现在让我锁定萤幕 锁定了之后 一定要听它的话 等10秒钟之后再来开启 如果够准时的话 它就会进入开机程序啰 各位 准备好一起来怀念吧 看这个立体的锁定界面 还有这个滑动来解锁 是不是已经有一股怀旧感 涌上心头了呢? 好 先冷静一下 安静下来 听这个吧 是传八年的几所音效 回来了 这个音效在iOS 7 平面化之后 也随之消失了 所以现在听到这个 真是满满情怀跑出来 其实在iOS 7 之后 除了视觉之外 就连音效也是大幅修改过的 比如说锁定音效 这个是iOS 6 以前的 这个是iOS 7 到iOS 9 的 变得更有空间感了 这个是iOS 10 到现在的 反而变回单调的样子了 而且你能发现 iOS 6 之前的开关萤幕 都是这样 没有尽量尽按的 整个过场都要相比当劲而言 也简陋了许多 但... 怀旧感就是这么来的 不是吗? 尤其是这个图示啊 这种质感对我来说 真的怎么看都不会腻 现在的录音机长这样 以前的录音机 就是真的麦克风的模样 这个是现在的指南针 这个是以前的指南针 功能没线再多 但你看到这个写实感 还以幕文作为背景 现在的备方录就是纯色的背景 以前则真的做成记事本的样子 英文字体也会变成熟歇体 而且你看 键盘当然也是有立体感的 相机开几个拍照的时候 还会有快门开关的动画 一开相机它也会关起来 删除一张照片 你的热纸桶会把照片给吸进去 总之有太多太多 现在找不到的经典元素了 每次重新体会 也还是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 更不用说它在iPhone 5上面的顺畅度了 八年前的手机耶 你应该找不到比这次还顺的iPhone 5了 当然我也不是说现在的iOS不好 以实用度来讲 当今iOS真的好用非常多 现在你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滑侧面来返回 在iOS 6上是不行的 你要伸手去按上面的返回键 也没有控制中心这回事 想要开关什么东西 请自行进一设计去找 iOS 6的多光画面 只有城市的图示 因为现在这城市只要往上滑就好 这个还要先长按 再去点这个小红点 更不用说其他以前没有的新功能了 八年前的iOS 6 在这一帧显得阳春许多 而且 别忘了我刚刚说的最大问题 相容性 现在的iOS 6 到底还能运行哪些现代App 这个我真的也还不知道 但 这就是我在这部影片的考验了 我要做的 就一张这支运行iOS 6的iPhone 5 当作主力机来使用 遇到什么问题 请自行解决 究竟它能完成大部分的事 还是真的沦为时代眼泪了呢? 现在 我与iOS 6的生活 正式 开始啰! 好 就这样用了几天 究竟这个八年前的系统算不算得上堪用呢? 首先事实上 我在插了SIM卡之后 就面临到第一个挑战 上面这里它写了Vivo 也就是台湾之星的前身 微宝电信 毕竟iOS 6那个时候还不叫台湾之星 这个没问题 问题在于旁边虽然也显示3G了 但实际上它是完全没办法上网的 不过这个简单扒个文 将APN设定为Internet之后 就可以顺利上网了 至于4G的话 iPhone 5本身虽然有支援部分4G频段没错 但我就找不到让iOS 6收到这家4G的方法 也只能放手作罢了 至少能在外上网的条件已经满足了 好 轮到下一个阶段 我们的iOS 6 究竟还能获得哪些APP的支援呢? 要达成这项研究 首先当然要下载安装到手机上嘛 不过在打开App Store 挑好APP准备下载之时 它会马上告诉你版本太旧了 请你离开 我需要的所有APP 都是这种情况下载不了了 嗯 跟上次使用iPhone 3G的遭遇一样 完全在我的预料之中 所以我们得用一些计量 搞到这些APP比较以前的 还有支援iOS 6的版本 然后安装到手机内 那么 我是怎么做的呢? 首先我出动了这台老iPad mini 没错 这是好久以前我拍观像影片的那台 因为我在这台上面安装了一个越域插件 可以透过App Store 下载到指定APP的先前版本 至于如何得知这些APP 支援iOS 6的最后一个版本是什么 就慢慢爬完吧 也简直这样了 下载安装好那个旧版本的APP后 拿起传输线接到电脑 用iOS或其他工具把该APP的安装档提出来 再换iPhone接电脑 把提出来的安装档装进手机大功告成 这所有的步骤都是绑着我的App ID去进行的 所以一切皆为正版各位不用担心 其实在先前使用iPhone 3G的那个计划 也是透过这方式来装APP的 虽然很麻烦 不过至少我是管用的 那么这些旧版APP还剩下几个能用的呢? 首先就从台湾人最爱用的LINE开始吧 前面赶了那么久 还是被这现实的残酷泼了一桶冷水 连登录账号都没办法了 直接判定为无法使用 哦然后顺便提一下 我在影片左上角会标示我所安装的APP版本号码 还有该版本推出的日期 各位可以从中得知他们大概是在多久之前 舍弃掉对iOS 6的支援哦 再来是Facebook 虽然说能撞在iOS 6是个六年前的版本 但动态贴文基本上还是能顺利查看的 只不过除了表情不能按之外 一大堆地方也已经残缺不堪了 嘛...也不是很意外啦 不过这次我们还有另一个做法 网页版 在网页版内界面就新了许多 功能也大致齐全 不过时了 但...问题就是整个操作非常的不流畅 尤其是切换页面时通常要卡非常久 甚至直接闪退 因此我只能将它评为部分能用而已 毕竟你应该也不太想要有这种体验 至于Messenger的话就有趣了 App版登入后能发现整个讯息都已经显示不出来了 但...有人传讯息给你 你依旧还是收得到通知的 神奇吧! 至于网页版...当然就能收发讯息了 只是操作体验依旧还是很糟糕的 所以跟Facebook一样部分能用 再来就是Twitter了 同样也是个古老的版本 但能正常登入 大部分推文也能看到按赞与转推 但那种有含影片的文章就看不到了 发表文章也所在140个字 而非后来的280字 更致命的是 私人讯息可以看但不能传 这时你们问...那么网页版呢? 嗯...它会直接跟你说浏览机太久了 不给你看 总之Twitter也只有部分能用 那么轮到Instagram吧! 各位还记得这曾经的logo吗? 登入之后动态贴文看似正常 但...事实上它没办法写着那种多张照片的文章 而且放影片也会直接闪退 再来视讯一样也死去了 跟Message有相同 连传来的讯息都看不到 虽然网页版的情况有好上一些些 但从了影片英修放不了之外 顺畅度也是不优的 跟刚刚一样部分能用 再来我们看看这个Chrome浏览器吧 当初装这个其实是想登入自己的账号从不出签 结果...完全登入不了啊 直接闪退 不过它还是有存在的意义啦 那就是能在一点点的网页里面 拥有比那件Safari 还要好的相容性 但真的也只有那一点点而已 好 终场休息一下 目前这样说下来 是不是觉得情况好像有点不乐观呢? 感觉都处在一个要嘛半残 要嘛完全不能用的状态 好啦 我现在要来说一些比较OK的例子了 好比说是YouTube... 我...我是说YouTube网页版 除了操作上比刚刚那几个网页版顺太多之外 也可以用HD的解析度留上观看 虽然它还是有一些毛病存在啦 好比说调整解析度时 你只要先转到横向 再按齿轮 再转成直的才能点进去 看直播影片时也不能开聊天室 整个体验也不如APP版 不过嘿 至少情况比前面那些好很多了 也能满足我看片片的需求 所以在iOS 6上看YouTube过关 但如果你认为这还不够好的话 来看看Telegram这个聊天软体吧 除了界面跟现在的新版没什么两样之外 绝大多数的常用功能 从看图 看影片 传贴图 它快速回复讯息与跨装置草稿同步 在iOS 6是古老的版本上通通可以完成 唯一我发现它做不到的 做动态贴图无法显示而已 原因就在于...你们注意到了吗? 我现在装的版本居然是2018年9月才推出的 相比刚才那些2014、2015年就停止支援iOS 6的软体 这个Telegram正是支援长达了6年 在此为这个业绩良心送上一个大大的Respect 再来 身为主力机平常当然也有收集性的必要嘛 虽然这个Gmail就是个2014年的老旧版本了 但支援度意外的还是蛮高的 最重要的收发邮件没问题 标签信号那些的功能也都有 版作我所有需要了毫无疑问给过 再来懂我的观众 应该也知道我平常很爱拿手机起来打稿吧 而我目前最常用的打稿软体为Google文件还有Evernote 这两款都可以将我打的内容同步到云端 这样我就能在电脑、手机与平板之间无缝切换 问题是... 一来Google文件完全没有支援iOS 6的App 一来旧版的Evernote我怎么下载就是载不了 这两款也都不给手机上网页版 在不能打稿的绝望之际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嗯,谁说非得用这些软体不可呢? 既然刚才的Gmail那么好用 我就来善用它的炒稿功能吧! 如此一来打下的内容也能及时重复 在外面可以拿这支打稿了 再也不用担心持交脱稿啰! 然后对,我们还没有提到音乐嘛 三年前使用iPhone 3G 的时候 Spotify 还是能正常运行的 但...过了几年即使是比较新的版本 还是能看到某些地方已经断开支援了 不过好在电台、搜寻、音乐库等功能都还正常 对我来说不构成致命威胁,过关! 而且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地方 现在Spotify 有个Connect 功能 可以远端控制其他有登录同样账户的装置 但装在 iOS 6 上面的版本太旧了 还没有此功能 因此在其他装置上也看不到我这台iPhone 不过...也因为这样 使得本来没办法同时在不同装置播放音乐的限制 在这里也得已破除了 这下我终于不用再跟我爸抢Spotify 音乐 太爽啦! 那么说到音乐,我另一个好奇的点又来了 要是它更新上许多的AirPods Pro 连结 同为苹果产品会操作什么样的火花呢? 首先第一步的配对 虽然当然不会抬出AirPods的动画视窗 但至少顺利连上了 这里又显示出耳机的剩余电量 不过没办法单边显示 充电盒的电量也没有出现 那么你问,这样它还有降噪模式吗? 答案是...有的喔! 虽然没办法用手机去控制 但还是能透过AirPods的按键去切换三种降噪模式的 不过...也别高兴得太早 事实上AirPods的降噪功能是相容于所有装置上的 只要连接上,它就可以开启 而在那么旧的iOS版本上 手机只把AirPods识别成一般的蓝牙耳机 AirPods也只是把这台iPhone识别成一般手机而已 而且搭配AirPods后 无论暂停音乐重新播放还是换到下一首歌 都会变得完全听不到 只能重开程式或重新连接 使用体验其实蛮不好的 妈,果然这个年代相差太久远了呢 至于游戏表现部分也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吧 其实这种不太依赖网络的东西 只要找得到支援iOS 6 的旧版 要顺利运行基本上不是问题 而且这个年代的游戏 应该也还没有过时的让大家觉得怀念的程度吧 不过我相信这样使用iOS 6 下来 想必还是勾起了许多人的情怀 毕竟曾经就是这个界面 开启了智慧型手机的新时代 如今这个时代 那个核心初衷也依旧还在 不过以现实面来讲 它也然已成为了时代的眼泪 因此我们还是不要留恋 把它视为永远的经典 在彼此心中怀念吧 好啦,我介绍差不多就到这里了 新年第一部手机相关的影片就是怀旧系列 想不到吧 至于许多观众敲碗的其他经典手机 我这里有一些名单 考虑在接下来好好介绍咯 或者你们手边有什么想要我介绍的经典 也可以联络我哦 接下来会出现什么东西 各位就慢慢期待吧 大家新年快乐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